這個當初在差不多1990年代的時候 就是一位太大的老師 然後因為我過去在山上都會講說 以前大家都認為說對山崗就是一百萬人、兩百萬人 就是十一百三 然後呢後來這個老師這個陳老師 他利用這個補貨油 他去用一種比較多螢光電源 然後因為這個補貨油代表是什麼 就是說火山當初噴發的時候 然後這些石英噴到空中 然後這個岩漿或什麼 就把它包住就把它補到 然後補到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溫度 岩漿溫度大概你都還可以知道 六百度什麼 然後呢 這個岩漬的旁邊 就會就會有一些變化 所以你可以從這個追溯回去 說他當時是什麼時候不發的 然後他做出來以後說 七千年 七千年一出來 他跟他的老師跟我的老師 以前我們對焦的都不一樣 所以他不一樣 那我這樣就笑了 然後後來是因為 我們有到這個沖繩海島去 到海底下 去真正看到火山 然後才知道說 原來這些火山 就是這種火山 海底的火山 甚至有一些 都還蕩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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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火山蕩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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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